哈喽,大家晚上好 又是到了爆米花的时间 什么叫做爆米花的时间 就是你拿着泡谷 或者你拿着零食 坐在视频前面 一面听我说故事 一面听我讲解知识的主播 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是关于 staff handbook 以及employee benefit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 也就是我第一次正式出来工作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我记得当时我刚刚从拉曼大学毕业 然后我就在这家公司 它其实是一间外置公司 公司是做市场调查的 然后它大概有200到300多个员工组左右 而我的工作性质是在finance department 做一个小小的account assistant 那时我记得我的薪水才1500块 而我的适用期是6个月 当时我刚刚 我记得我刚刚加入资金公司的第一天 然后其中一个senior跑来跟我说 Shelley 我不会教你东西的 假如我教完你东西 这样我吃什么 我把所有东西教完给你之后 我的铁饭碗就保不住了 我听了之后我非常伤心 因为今天才是我第一天上班 你跟我说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间公司很供心 但是我还是不停的努力跟其他的senior去学习 我记得当时公司有一个很棘手的工作 那就是bank reconciliation 因为这个bank reconciliation已经四年 没有人去可以cleer到那个backlog 我记得因为有太多的backlog了 所以没有办法之下我就要回到公司的仓库 找回所有的那种单据来对账 结果我在一个半月里面就已经处理完 已经cleer掉那个backlog 所以我的finance director很高兴 他那时就提名我去拿一个art award 而这个art award也有一个100块的奖励金 这个奖励金也是有加进我的EA里面的 然后过了不久 然后他又给我一个新的assignment which is做一个fist accept 那个tracking so就是做barcode 所有的桌椅啊 那些fist accept都要做一个barcode 然后我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做完 当时我的老板知道我在念这夜校 所以他就提出要援助我的学费 当时我听了之后是非常的开心哦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学费提成去 HR那边做claim 但是你以为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吗 没有 然后在不知道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副经理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benefit 他觉得很生气 他就拿着我的那个公司的stuff handbook 然后跑去HR那边投诉 说我只是一个区区的account assistant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福利 然后就搞了很大件事 结果HR director也是有去跑去问 我们的那个finance director 问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的finance director就有跟他说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工作上的表现不错 所以他就跟CEO提成了说要给我一个额外的福利 然后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employment letter里面 是有一个additional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条例 就是说management公司主管是有权更改我们的employment letter里面的一些条款 包括stuff handbook 就是说假如是management主管层他们是通过的话 这样我们里面的stuff handbook是可以更改条例的 所以他们才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福利咯 最后我在这间公司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就离开了 因为这间公司实在是太多政治化的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不是太适合我了 今天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小小关于stuff benefit的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晚安